为什么美国的超级航母注重对地攻击 现代海军核心力量有两个 一个是航母 一个是大型战舰 航母的战斗力决定谁才是海上的老大 巡洋舰和驱逐舰则是海上移动导弹库 等于说是航母身上的防弹衣 以及手里的M4 无论是打击还是保护 都是意义 还可以使用巡航导弹 实施大规模的对地攻击 而现代海战的基本任务 包括四个方面 防空 反潜 反舰 对地攻击 不过美国航母在对地攻击比较上心 无论升级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还是把超级大黄蜂更换为F35 美国这都是在升级对地打击能力 至于防空 反潜 够用就行 毕竟谁也不会找美国干架 只是现代化A2 AD体系出现后 大幅度削弱了航母的对地攻击能力 那么为什么美航母还是把对地攻击当作重点 如今的航母需要承担什么任务 对于这个问题 答案其实早就在战争中确定了 航母就是实现制海制空的工具 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承担压制陆地的角色 也就是集海陆空作战能力为一体 最重要的自然是制空 毕竟空军能够左右一场战役的胜负 一个空军能力强大的军队 在战争中就具备天然优势 最典型的就是海湾战争 堪称降维打击 而航母能够将空军实力延伸到整个海域 如果把航母任务细分的话 舰队型航母其实就七个用途 索敌 反索敌 对海攻击 舰队防空 航空反潜 对陆打击 外交利器 比如航母刚诞生的时候 索敌和反索敌是主要用途 定位是舰队眼睛 取代了战列巡洋舰干的前卫侦察任务 后来随着航母的发展用途开始变多 美国也确定了航母该走的路 比如航母本身容易受到打击 适合跟高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待在一起 也就是现代的航母舰队 现在的航母出行时 身边总会有几个带刀侍卫 航母发展的时候 飞机发展的也不错 已经有能力打击敌方的水面舰艇 不过无论是美国 日本还是英国 都不认为航母能取代战列舰 成为海战主力 甚至在打仗的时候 美国 日本都是先揍航母 先吃好吃的把南啃的骨头留到最后 结果被打脸了 航母最终还是崛起了 二战过后 舰队型航母的主要任务 就变成了对海 防空以及对陆 至于航空反潜 那是保镖的工作 只是二战后飞机什么性能各位也都清楚 战争前期的对地攻击 和战争后期的对地攻击完全不一样 战争后期的战斗机 就已经能取代俯冲轰炸机了 在一定程度上 战机的飞速发展 使得航母的主要任务向对地攻击偏移 现在提到航母的任务 基本上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攻击 确实不假 对于现在的美国海军来说 航空母舰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攻击 对陆对海才是重点 现在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 已经很少再把防空作战 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了 这也没办法 防区外打击实在是太香了 而且论海军实力 美国才是老大 一个人拥有世界上一半的航母 而且还都是核动力 这怎么打 所以在对海近乎无敌的情况下 美国航母的重点就只剩下一个 对陆攻击 航母战斗群实施对陆攻击 主要有三种手段 舰载机 巡航导弹 舰炮 如果说驱逐舰是航母身上的防弹衣 那么舰载机就是航母肩上扛的火箭炮 它才是航母对地攻击的主要力量 用来争夺制空拳和制电磁拳 上面火力军也说了 最开始的时候 各国海军都是拿航母当掩位 直到1940年 英国的光辉号航母凭借着舰载机 爆打意大利军队的时候 各国海军才意识到 舰载机才是航母最主要的作战工具 现代航母可以搭载数十甚至数百架舰载机 供舰载机使用的弹药能达到数百至数千吨 有的还配有核武器 现代航母能在半小时内弹射起飞20多架舰载机 在550公里的作战半径内执行战斗任务 巡航导弹则是航母对地打击的第一轮攻击 当敌方的防空火力比较强时 舰载机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这个时候就要巡航导弹上场了 与其他对陆攻击武器相比 巡航导弹体积小 重量轻 可以用各种平台搭载 就算只是一个无人艇也能装 而且射程远 飞行高度低 攻击突然性大 命中精度也不错 如果美军实施对地打击 第一波攻击就是由战斧巡航导弹来完成 这是美军开战的先锋关 从神盾舰上同时发射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 美军的第二波攻击是由B1B B52承担 比如海湾战争为期38天的空袭中 两艘核潜艇及一定数面的水面舰艇 共发射了297枚战斧 其中290枚发射成功 242枚击中目标 命中率达到83.4% 不过对于现在的航母来说 巡航导弹基本上已经和舰载机结合了 在单纯的火力投射性价比方面 还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当对面没什么防空 用飞机扔铁炸弹肯定比导弹便宜 而且就算是有防空 也是飞机扔防区外弹药 毕竟有初始能量 现在就剩下反导反卫星任务 能不能从飞机上打了 最后的舰炮 火力军只能说他年龄有点大 它是海军最古老的舰载武器 在鱼雷、舰载机和导弹出现之前 舰炮是海军舰艇上最重要的主战兵器 但是导弹出现后 舰炮就沦为了辅助 不过它还是现代水面舰艇上 必不可少的武器 现代舰艇的中小口径舰炮 反应快速发射率高 而且舰炮还有发展空间 也就是电磁炮、激光炮这些新式装备 比如福特号就打算用电磁炮 不比导弹弱多少 至于美国航母为什么注重对地攻击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 比如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到底是美国海军打赢了二战 还是空军打赢了二战 美国海军认为 自己消灭了敌人海军 向前推进获得了基地控制了海洋 所以大工程是自己 空军则是认为是自己的战略轰炸 消灭了敌人的战争能力 按照空军的说法 就是以最廉价的方式获得了战争胜利 毕竟当时的核弹就是打谁谁怀孕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谁能扔核弹 谁就能终结战争 谁就是一等人 可以获得更多的军费 在这方面 空军自然是更占优势 因为早期的核弹很大 只有大型轰炸机能带 所以当时从上到下都认为 空军比海军强 有70%的民众认为 是空军打赢了二战 总统也表示 钱都给空军发展实力了 等于说当时的空军吃肉 海军连汤都没得喝 甚至公开表示 海军能做的 空军都能做 没有理由保留海军和陆战队 按照当时美国总统的想法 海军只要有运输船就够了 顶多留点驱逐舰反潜 反正当时的海军被空军压制的很惨 不过海军不愿意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也想拥有核打击能力 抢回第一军种的地位 让自己重新掌握话语权 于是当时的海军就打算造核众国CVA-58航母 有12架可以装核弹的ADR-42中型轰炸机 可以执行100次核攻击 不就是打苏联 我上我也行 结果刚开工5天 CVA-58核众国就被叫停了 配套的ADR-42轰炸机也没戏了 理由很简单 军费不足 当时的空军正在搞B-36 海军什么都没有 看着独立出去的空军吃香的喝辣的 海军心里不平衡 开始证明自己的价值 摆出各种资料来说明B-36很容易被拦截 从而无法执行任务 并且证明 航母起飞轰炸机比B-36更有效 海军认为 航母攻击比陆机更具有优势的原因也很简单 航母可以来到离目标更近的距离 通过缩短攻击时间提高攻击频率 并且在相同时间内的弹药投送量 要超过距离更长的空军 这观点现在美国海军争夺预算的时候还在用 不过美国海军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不就征军费吗 不好意思 没有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 北朝鲜攻击了南朝鲜境内的机场 美军后续参战后 驻守在冲城的B-29轰炸机 凭借着载赫宇航程 在打击北朝鲜地面目标的时候还不错 但是在需要米格战机后 就暴露了生存性不足的问题 南朝鲜的空军基地突然没了 自己的B-29又往下掉 而海军航母这时展现对地打击灵活的一面 把航母的价值又重新体现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美国才明白 在喷气式飞机面前B-36也扛不住 于是美国就放弃了B-36 扭头搞B-52去了 而美国海军也恢复了超级航母的建造 没钱 那只是借口而已 之后美国海军把合众国的设计捡起来 重新设计为弗莱斯特级 也就是美国二战后建造的第一级航空母舰 如果说原本的合众国号是专门扔核弹用的航母 那么弗莱斯特级则是常规作战扔核弹都行 虽然没有了海军原本预想的ADR-42轰炸机 但是原子弹小型化了 用A-3轰炸机都能扔 所以美国航母那么注重对地打击原因也有了 不宣传这个功能 怎么说服国会给钱造航母 如果是打海战 靠苏联当时那点加底 根本没戏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从弗莱斯特级到现在的福特级 对地攻击都是航母的重点 对于美国海军而言 只要没有大规模战争 都是靠航母实现对地支援 当然规模大一点 还是靠空军主攻 海军还是配角 这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至于美国航母之后 会不会把重点转向防御 火力军的看法是 不会 确实 现代化A-2AD体系 极大的削弱了对陆打击 新型舰舰导弹帮助驱逐舰 夺取了航母的对海攻击任务 但是美国军力牛啊 世界第一 谁嫌着没事找美国打架呀 对于美国航母而言 哪怕是ASBM 也就是反航母弹道导弹系统 出现之后 美国一样通吃 毕竟含有F-35C 当然 如果对方的陆基水平 和自己航母相同 有同代战机和预警机 航母是无法和陆基系统对抗的 所以美国海军对陆地 一直都是在打小朋友 从来没遇到什么反击 总的来说 作为一种武器平台 航母的作战职能一直在变 从当初的侦察 海战 到现在的对地攻击 这只是美国自己的路 各国海军对航母的使用要求都不一样 作战要求评估方法也不同 比如英国海军根据马岛战争的经验 强调航母作战首日24小时的出动率 法国海军则是根据自己的要求 比较看重前7天的平均出动率 对比最明显的就是苏联 苏联不要求航母在面对敌方时有什么作为 但是要求舰队防空到俄罗斯 航母彻底是废了 就剩一个库兹涅佐富号航母 还天天维修也就只能防御 至于远洋作战以及对地攻击 海军是不用想了 那是陆基与空机导弹的任务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美国航母注重对地攻击 还有什么原因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